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香港的灵幻起居动作片 《相识先生》的第五部《驱魔警察》 影片一开场 在鬼节的晚上 封叔的侄女阿莲正在给死去的爹妈烧纸 在他旁边的不远处 三婆也在给自己死去的儿子烧家用电器 这个时候三婆一不留神 把旁边的东西给点着了 老太太情急之下 端着一盆水泼了过去 这一泼不要紧 鬼当时就急眼了 幸亏封叔利用法术把鬼给震怒 这场戏的主要目的 就是显示封叔降妖去鬼的能力 这封叔不仅是一名警察 还是一位精通齐门顿甲到家方术的大师 一天晚上 林警官和苗警官正带着人办案 他们这次要抓的是一个运送毒品的毒贩 可等了半天也不见毒贩的出现 这个时候 坐那儿一动不动的炮灰妹 引起了林警官的注意 林警官和苗警官过去进行试探 可炮灰妹就像蜡像一样 一动也不动 两人一看软的不行 只好来硬的 可这炮灰妹的战斗力不是一般的假 怕这帮饭桶揍得是满地着眼 眼瞅着局势就要失控了 一辆大卡车突然窜了出来 上去就把炮灰妹撞死了 警方经过调查 发现这个炮灰妹 居然是开头那位三婆的孙女 由于三婆的年龄大了 不方便出眼门 作为老邻居的封叔带着侄女阿莲 前往城里的停尸房替三婆认识 负责接待封叔的是苗警官 两人来到停尸房 封叔一看炮灰妹的伤口 就认为炮灰妹中枪之前 已经领了河畔 苗警官说别开国际玩笑 昨晚上他可是活蹦乱跳的 随后封叔和苗警官 来到了警察局查看验尸报告 林警官对封叔的说法非常的不信 林警官说这不是扯淡吗 我们要科学办案 什么鬼呀识 全是封建迷信 封叔说人死了之后 变硬的叫做僵尸 死而不僵的叫做行尸 我怀疑有人在利用行尸运毒 正聊着呢 警察局的马局长做的轮椅出现 马局长跟封叔以前三是搭的 如果不是封叔只能过于见识原则 局长的位置说不定就是封叔的 根据艳尸官的报告 炮灰妹在案发前七天就已经死了 为了方便查案 马局长让封叔搬到了林警官的家里 封叔的侄女阿联和林警官 一见面就对上了眼 两人是眉目传情暗送秋波 如果不是封叔在中间捣乱 估计这二位生命都已经煮盛熟饭 转过天 封叔和林警官苗警官 来到了炮灰妹的男朋友 鸡肉男开的健身房 前台的冷带室一看这三位 穿的既寒酸又轻貌不扬 显得是相当的冷带 可当听说这三位是警察 态度马上又发生了转变 健身房这帮人对这三位的到来 显得非常的不友好 不仅不配合才跟着瞎搅和 要说姜还是老的了 封叔略施小计就把鸡肉男给引出来了 为了查出鸡肉男背后的主谋 封叔利用法术很快给鸡肉男进了位 鸡肉男来到女老板 质子家汇报情况 质子的贴身保镖比利是一个高手 鸡肉男刚一进屋 就被比利浑身上下摸了个遍 鸡肉男摸的是一阵阵的干碳 这个叫质子的日本女人 不仅武艺高强 而且还会巫术 鸡肉男说 我现在已经报我了 你给我一笔钱 我先出去躲一躲 质子小姐最擅长的就是谢莫杀驴 略施小计就让鸡肉男嗝的屁 很快封叔等人摸到了质子家 封叔和苗警官刚走进院子 质子马上就感觉到了 封叔说 整个院子铺满了黑泥 寸草不生 碳粉防潮 石灰防虎 这是中国古代仰尸的方法 两人继续往前走 封叔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符号 原来这个质子 是属于日本的九局一派 不过因为侮辱歧途 已经从灵界转入了魔道 为了打探屋里的虚实 封叔利用法术把肌肉男给操控 两位高手 一个屋里一个屋外 就这么较上劲 两人正打得热闹的时候 林警官突然出来捣乱 最后大家伙是不欢而散 第二天晚上 封叔带着林警官和苗警官 来到停尸房 重新查看炮灰魅的尸体 经过查验封叔发现 炮灰魅的尸体 之所以能为质子操纵 是因为被质子下了一道兵符 这种符咒比较高科技 就算是法医也插不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 被质子操纵的肌肉男的尸体 开着车突然杀到 接下来是一场鸡飞狗套的混战 苗警官由于操作不当 一不小心把停尸房给烧 马局长说 三位的业务挺熟练的 不用去火葬场 你们直接就把人家的尸体给火化 干警察真是去开了 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 阿连把封叔的护身玉佩给了林警官 满满的爱意 把暗恋阿连的苗警官可戏得不清 苗警官经过调查 发现质子开了一家日本餐厅 随后林警官和苗警官来到餐厅摸情况 这二位刚进屋质子就出现了 质子拿出一笔巨款 打算贿赂林警官和苗警官 虽然这哥俩整天吊着郎当 可在原则问题上还是比较严肃 双方一言不合就动起了手 质子的保镖逼力上去就是一动拳打脚地 当时就把这二位做蒙逼了 质子小姐吐气如蓝 林警官当时就蒙拳了 封叔回到家 发现林警官已经被质子给冷冻 浑身上下是帮帮硬的 封叔说他中了妖术了 寒气攻心的 阿连说寒有救吗 封叔说人有三把火 只要三火汇聚天灵 再逼近他的血管产生热量 使他血气运行 寒气自然也就消解了 接下来封叔开始发功了 要说封叔是真有绝火 时间不长林警官就开始有变化 几个人正忙活的时候 质子小姐风筝扑扑地杀到 接下来是封叔和质子的一场大战 作为九局一派的串人 质子小姐的巨花可以说是杀人于无形了 不过封叔也不是沈阳登 江湖上蜡手摧花的绰号 那可不是白交 更何况封叔还带来了 自己的法宝招妖镜 这赵妖镜看上去不起眼 可内藏玄机 很快就把质子小姐给装蒙冰 可质子小姐也不是白吃饭 两根大麻绳舞的是虎虎生风 把那三位可揍都不轻 要是真刀真枪的对着干 这几位根本就斗不过质子 可俗话说兵不厌诈 质子再有实力 也架步这帮人的鬼主意多了 一不留神就中了封叔的圈套 交了饭套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甭管你是啥门派 也别到处把人害 唯背天意瞎回来 早晚让你切的菜